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载全新飞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视 今天礼拜五 一同去郊游 雨下成这个样子 让大家 一点出去旅游的兴致都没有 其实疫情的影响 本来就是让大家比较不会往外跑 但是呢 以去年来说 以去年后来这个 这个三级警戒之后 大家其实会往户外或是山上跑 去年其实就是这个 兴起了一波登山潮 那但是因为最近不是只有疫情的关系 因为雨下个不停 好像也不能去爬山了 也是因为这样呢 我们才有机会请到这位来到我们的 我们的现场 因为呢 他呢 平常呢 不是去登山就是在去登山的路上 对 对对 差不多是这样 让我们欢迎好久不见的山岳教练老虾 欢迎老虾 大家好 我是老虾 哎呀 老虾 我们超过一年没线了吧 好像有耶 你怎么还是这么年轻啊 哎呦 你也怎么还是这么精实啊 你 请你告诉我365天一年 你有几天在山上 我蛮不常在家里 对啊 他刚一进来就说他好久没进市区了 对对对 对对对 你说的市区是因为你家 你家也不算在很市区啦 算是台北的边边 内湖一带 对啊内湖 所以算是比较外面 哎你到底是一个礼拜 就是不下雨的时候 你一个礼拜七天 你有几天在山上啊 就是去爬山 大概四五天都不在家 真的啊 那都是去爬山吗 准备啊爬山 然后探路 然后这样子 哇 那最近这个雨下沉这样 应该对你来说非常的痛苦 不会啊 我可以说那边洗装备不是很好吗 洗装备又不会干 吐司机啊 哦 好 这个时候就知道 因为内湖的靠山那边也是湿的天气 对 所以吐司机应该也是家中必备 对必备两胎以上 一定要两胎以上 好 这个老虾之前带我们去这个 讲过几条路线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跟着老虾的这个路线一起去走 那但是呢 其实之前哦 虽然他都觉得他给的路线都是一些 比较好爬的路了 偶尔还是会有 比如说像抹茶山 他就有告诉大家 其实不见得适合 你出发了吗 你怎么可能 你在开玩笑 你问的是我 原来有很多好吃的嘛 我有去吃啊 但我没有去爬山啊 哈哈哈哈 好 像抹茶山他那时候就有跟大家说说 虽然因为大家这个 觉得你拍起来拍照很美哦 但是你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 如果你是新手团 他没有登山过 可能你还是要找一个 有来过这边的人跟你一起 对不对 对 如果他不会抛弃你的话 哦 那就请你找老虾 老虾他没有办法抛弃你 你如果跟他的登山团 他是不能抛弃你的 对那所以呃 那时候就还是有人就说 哦这个真的是那个呃 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还是蛮难的 所以今天呢老虾就是 真的要为大家来这个 再介绍一些 登山小白 呃 的入门路线 对讲一些不一样 不一样的齁 这几条是真的是呃 完全没有任何腿力 激励 没有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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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腿力 跟自信心 的人是可以完成的吗 应该是说 这几 今天介绍几条路 有一些不一样的走法 所以真的没有在运动 跟有在运动的 有不一样的玩法 哦 好 呃 有人说有听你的话 去爬了金面山 觉得挺刺激的 很好玩啊 很好玩啊 你出发了吗 怎么可能 你问的是我欸 你在楼下等小孩下来嘛 哈哈哈 小孩我跟你讲 我家小孩真的很夸张 我上个礼拜 周末的时候啊 因为 就知道说马上就要有 那个封面了 欸对 要下一个礼拜 我就趁着那个没有下雨的那一天 最后一天 我本来只是要带他们去军舰沿 不错啊 哇 大的小的都宅的钥匙不肯 不肯出门 你知道拖不出去 没有动力啦 对啊 后来带去巴黎骑脚踏车 也不错 至少有动啦 但是就是我想要说去军 带他们去军舰沿走一下也 因为我也还没有去过你知道吗 还不错玩啊 对啊而且不难嘛 看你怎么上去 哦真的吗 我只是想要 你走短一点的就比较清手 我只是想要去那颗大石头上拍照 那你就穿过阳明大学进去就好 对我看很多人都是说直接走阳明大学进去 比较短 哦 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 如果现在先说啦 我们平常都没有在运动 然后我就是想听了这个节目觉得 我也可以来试一下要去登山的话 请问我要带哪些装备 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装备的话 我觉得不管你是跟自己 你是跟亲友还是跟别人的团 都可以 你一定要自己先上网先研究一下 那地方长什么样子 而不要去的时候发现 啊 怎么跟想的不一样 不是只有楼厅吗 怎么有拉绳子 这类的 对那装备的话 建议水还是一定要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累了喝水就好 可是其实是要喝电解制比较好 吸收会比较快 那再来装备的话其实 只要路是国家公园 或是政府铺好的路 有木栈道或使节 那基本上你的鞋子 就可以不一定烦恼 一定要穿登山鞋 嗯 对只要没有下雨 好天气 像晴天刚啊 阳明山 一般的跑鞋 慢跑鞋也可以 嗯 对 那其他 如果你的登山时间比较长 一定要带的就是头灯 头灯 因为手机的手电筒 其实撑不了太久 哦 对头灯是一定要的 哇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 感觉 感觉有点 要出发了吗 不是不是感觉有点恐怖欸 还要带头灯欸 我只是去走一走 为什么要带头灯 如果你会走十几个 就比方说你会走 你从下午开始走 你下午两点开始好 你想要走四个小时 有时候冬天六点不就天黑了吗 欸有道理齁 嗯 如果我们下午出发 那头灯是这样的 有人登山下午出发吗 有啊我睡到中午吃个饱饭 起来去运动 差不多两三点出发 有 阳明山很多人都下午才去的 嗯 所以还是需要带一个照明的东西 头灯也轻轻的 千万不要相信手机的手电筒 因为手机一下就没电 所以水壶 对 水壶然后电解质 对 像糖果或是运动饮料都可以 就是可能要补充一点点这个 呃糖 盐啊糖啊 盐啊糖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灯 头灯 呃登山帐啊 登山帐啊 登山帐一定要吗 没有不一定看地方 哦 我不是每个地方都会带帐出去 哦真的哦 对 如果你觉得他用的是个累赘 那你干嘛带个麻烦的东西去 我问你你带登山帐是一只还两只 我登高山要过夜都会两只 嗯 但是没有过夜一天而已 或是比较辛苦的路就一只 一只 嗯 但是很多时候你是不带的 如果我今天觉得那地形不需要登山帐 我就不会带 就像你说的 他是铺好的栈道 栈板啊 之类的这种 晴天刚那种就根本不可能 不需要 可能不需要 但如果你今天上网看知道 这楼梯可能间隔比较大 哦你可能还是需要支撑一下 我可能会想要撑一下 因为我是 让膝盖 让膝盖 欸你爬这么久 你膝盖到底好不好啊 我妈都很担心我 你在工作怎么这么累啊 不是 因为其实登山 它确实对膝盖的负荷是蛮大的啊 很多都 光坐着或站着对膝盖负荷也很大 嗯 可是我都没有觉得那个怎么样欸 因为每天还是有做保养 嗯 然后我上下坡的时候 我会尽量的小心 施力 去控制我的肌肉 hold著 不要让它 动动动动下去 嗯 所以到底是要先做好肌力训练 再去登山呢 还是登山本身是一种肌力训练 两个都是 嗯 你太有会跟了 你真的不爬一下吗 不要 哈哈哈哈 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资讯就好 呃如果你想要挑战一些有趣一点 但可能有比较辛苦一点的路线 肌力训练平常是要的 嗯 你可以走更简单的去训练你的肌力 嗯 那平常你有什么可以做呢 你可以跳舞 你可以游氧 要运动 比方说游泳 跑步 嗯 但跑步你也要小心 就是不要过度让膝盖受伤 嗯 好 所以其实啊老虾他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山岳教练 像他我记得他第一次来跟我们聊的时候 就有告诉我们说 其实啊你你你你登山的时候 你只要有人指导你 你是正确的登山 那就可能在上下上下的这些呃 失利用力点的方式 其实他是可以避免避免受伤 或者是避免你这个隔天就是整个这个呃 哪里痛痛到不能起身的 对 所以还是呃需要去学 其实要把它想成他就是一种运动 如果今天我们在做其他的运动 都需要有一些教练或老师的指导 为什么登山不用 我觉得把它想成这样子的观念 我是不是很棒 你真的很棒 我真的不来爬一下 我不要我不要 我有啦 我觉得如果跟着老下去我是应该会 你怕拉到户外啊 我觉得跟着老下去登山 我没有朋友讲 我跟你跟你走过一次啊 说前后都压队确保伙伴安全超棒 我要讲的就是说呃我有想过要跟你啊 可是我觉得你都不会开那种那个小白路线 明明就有啊 我就觉得还是算了 当然帮你设计一条special的嘛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special好不好 欸我们今天要讲的小白登山路线喔 北部南部都各有 一一有介绍喔 一一一一 南部有两个 啊他算附近 附近是不是 他都坐在南河 好好好 欸所以喔呃我们现在来看北部 北部这个叫做什么茶壶山 对茶壶山 在哪里 茶壶山在瑞芳 所以你可以去瑞芳 然后去完茶壶爬完下来 顺便去九份玩 他就在旁边 他在金瓜石那里 嗯嗯嗯 对那我要讲的茶壶山有两个 比较主要的走法 嗯那也是路径比较清楚 路径不清楚 大家请不要去尝试 因为有很多人会来这里开路 嗯嗯 所以有一些路是新的 连GPX都没有 所以你就不要尝试 哦 第一个你都没有在运动的话 嗯 你就车开到楼下 走步道上去 嗯 你没上去也没关系 你就在半路拍照 就可以下来了 哦 嗯嗯 就比较轻松 嗯 对那 都不休息的话 大概30到50 可以到 山顶就是茶壶的下面 嗯 是这个吗 这个是它其中的一个那个 就是基石 就告诉你说 茶壶山是说 它长得像茶壶吗 嗯 山顶的石头长得非常特别 很像一个茶壶 但是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有人觉得它长得像一只狗 嗯 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就是 茶壶 嗯 所以因为一个东西 你不同的角度看 它样子不一样 对对对一定的 嗯 嗯 这个是建隆林的 这是什么 就是从 那边有一条路叫做建隆林 但不在茶壶 是在附近 但比较难爬了 嗯 蛮辛苦的 对我看到你现在 因为新闻上蛮 它就在茶壶山的附近 嗯 对 这个是你吗 对 你是 你是攀岩攀上去的吗 嗯 它有路可以走 但是不清楚 好 这个不是茶壶山 这个不是现在老厂 不是 附近的 是这个吗 这个是不同角度去看的 的 那个茶壶山山顶的那个石头 对对对 哦 好 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是在瑞芳 那我们大概到哪个地方 然后你是有不同的走法吗 那个登山步道三十分钟攻顶 你说这个是就是如果我今天去导航 导航茶壶山 它会出现 导航茶壶山登山口 茶壶山登山口 然后车子就可以开到那个登山口的地方 平日的话比较有机会上去 哦 对 然后我知道它最近楼下停车场涨价 哦 对 那假日去应该进不去 就是车太多了 因为车太多了 好 那如果从这个 呃你去呃导航 导航是写茶壶山登山口 哦 那呃这个地方上去的话 三十分钟可以攻顶 就慢慢走 嗯 但是有另外一个比较长的路对不对 对你可以Google导航到金瓜石的劝济堂 嗯 对 上网查这个资料很多 然后那里有停车场 嗯 对你就车停那里 这个吗 对这个是劝济堂的门口 嗯 蛮宽敞的 嗯 车子停在这边 对停门口那边 然后呢从这里开始走吗 对那里有两条路线可以上去 嗯 对面对庙宇的右边那边有路可以上去 嗯 看得很清楚是石头路 好 阶梯阶梯 哦 通常我拍照都会失心风 哦很漂亮吗那里 因为是你从上面可以看到阴阳海啊 哦 看到海搭就会发疯了嘛 嗯 就会拍比较久一点 哦 天气不好大概就三十分钟就到了 哦好 哦 所以那如果是第二条 就是开车的朋友你要顾虑到开车的问题 对 你可能第二条会比较方便 因为那边的停车场可能比较宽敞 对对 那如果你想要也停在刚刚那个庙的附近 对 因为车位多 那你就走 停在那里然后走开车的路 嗯 上去这个神山部 就一样去三角点 哦 去茶壶山本人啦 应该这么说 哦可是刚刚你的第二条不是茶壶山本人啊 也是 其实前面路是一样的 只是他继续走 嗯 一个是只走一点 嗯 一个是继续走 嗯 也是会回来 那多长这段路 嗯 都不休息 嗯 走这样顺顺的下来 不用找路的话 大概是三四个小时 哇 那我们去走第一条就好了 就先尝试第一条嘛 对啊 放轻松拍个照 那边也有以前的那个矿坑留下来的 一些 嗯 铁轨 可以拍照 不用不用运动的 就是直接拍照 嗯 那那像走这边的路啊 嗯 就是他 他都是铺好的嘛 对不对 是 所以就是呃 走起来 理论上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只是你要体力而已 你喜欢楼梯吗 我没有很喜欢楼梯 那那 楼梯 因为楼梯就是很伤膝盖啊 我觉得啦 上坡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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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下坡很难受 所以我会建议上坡走楼梯 嗯 下坡你就走车开的柏油路 会比较缓一点 其实有耶 我们以前去 我们之前就是 偶尔也是会去的啦 那个会尽量 就是上 如果说下山有 不是楼梯的路 会尽量 但其实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就算不是楼梯 他 我说的不是楼梯 是指他没有铺好的 嗯 他可能是 原始的 对原始的那种 你下来腿还是会抖啊 然后那个什么 膝盖也还是会有点痛 我觉得难免啊 练一下大腿 我对 我跟你讲 还是回到那个 就是你肌力不够的问题 好等一下回来喔 等一下回来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 我跟老虾在这里 我们在聊登山 那但是刚刚 这个广告期间 我们突然间很兴奋的说 哦日本开放旅游大门了 但是后来看了一下 呃台湾这边因为 还是禁止旅游旅行团 带团出团 也就是说 禁止旅行社 日本那边是开放旅行团 可以进去嘛 对 但是台湾这边是禁止旅行团 出团的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 还是没有办法 对我们先看别人 对 所以或者是就是先登山啊 登山 登山不错 对对对 好那所以刚刚讲的是 北部的瑞芳的茶壶 这一条听起来是 呃听老虾讲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难的啦 但是 你是以客观的角度来说 这真的是一条简单的路吗 呃要看你是谁 你的话应该可以啦 就慢慢走上去 再慢慢拍下来 可以啦 我可以啦 可以啦 我向天池都有爬上去了 应该这个应该可以啊 你真的也有天分 真的不考虑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我跟妳讲 那就是你知道爬过一次之后 妳就会觉得五年内 我都不想再上这 再到任何山里面的状态 好 那我们先来南部看看 南部呃 哇初几百月哦 对 初几百月除了 荷欢群峰 我问你初级百月跟小百月不一样吧 海拔不一样 一般的百月是指海拔三千公尺以上 或者是接近三千公尺的地方 会称为高山 那其中他们选了一百座 古人们选了一百座 叫做百月 那小百月是他没有那么高 大概在一千左右 对选了一百座 有代表性的 其实小百月有的也没有很好排 你真的很有慧根耶 我跟你讲因为我有爬过两座 然后我有上去看他们的那个难度 哦真的有的其实蛮难的 它只是不高 但它没有很简单 所以这样讲的话 所谓的初级百月 它的这个初级指的是难易度的问题 对 不是高度吗 不是因为初级百月已经都是 大家都三千公尺左右 所以初级百月 他讲的是可能比较简单的 嗯相对起来 相对起来 相对起来 好 那初级百月现在有 呃什么 除了荷欢群峰之外 其实还有五月刚开放的南横 你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 南横这里可以爬的地方 对不对 是因为南横五月一号才刚开始开通 因为它已经封闭了十三年 因为崩塌的关系 从09年到现在 它就一直修修修修了十三年 刚开放 然后现在是有管制性的进处这样子 然后它的 它坐落的位置其实就是在屏东跟高雄之间的一条路 因为台湾有北横中横的嘛 那比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南横 因为最近刚开 对想说可以跟大家讲一些南横 南横最近刚开之前没开吗 因为就坏掉啦 很久了 坏了十三年 因为台风一来修好又坏掉 台风一来修好又坏掉 对 哇塞 我这样一讲我都觉得曝露自己的年龄 但还是可以讲一下 就是呢 想当年 想当年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有那么久吗 没有 救国团还很盛行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刚上高一的时候 就是刚上高一那一年的寒假 暑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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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也是寒假忘记了 我就去报 啊寒假因为我记得山上很冷 不过山上好像都很冷 我是先去中横 啊中间 中横八天七夜 好嗨喔 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是全程 因为你知道走那个要自己背 对 那个超重的 然后因为我又很小只 所以那个路上真的是有 有人看不下去就是想要帮我背 因为他们觉得我快 我很像一只龟 你知道就是乌龟站起来走路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龟壳太重 感觉他们觉得我会往后 他们觉得你一定要变更小只 他们觉得我要往后倒了 所以就有人问说需不需要帮我背这样 我后来走完中横之后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玩 因为中横全部走完八十几还是九十几公里 很长八天七夜嘛 然后我就想要去报南横 但是后来我为什么 隔年我为什么没有去走南横的原因 我们那一同梯的那 后来感情都很好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隔年有去报南横 我没有去报南横的原因是因为 南横不能洗澡 对 那个时候啦 现在还是一样 还是吗 因为整条路什么都没有啊 对他不能洗澡 所以你就是去几天 那你去爬一定会都流汗弄得很踪啊 不能洗澡他是野战营 他有点叫做南横也战营 所以南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还是这么的原始哦 现在就是中间还是什么都没有 跟你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一样 对 好那不管怎么样现在经过了十三年都没有开通 现在终于开通 所以你可以透过南横到一些之前没有机会去的地方 是 那老夏今天要赶快来跟我们分享 第一个是南横三星中的塔关山 南横三星是 南横这条路上面全程大概一百七十公里 然后里面有几座百月 是时间比较短 相对比较费劣为初级 新手有运动习惯的新手可以去尝试的高山 有运动习惯哦 有运动习惯 第一个是库哈诺新山 没有在 就是他时间比较长 对 一天 然后接下来要讲两座 第一个是塔关山 第二个是关山岭山 他都在南横上面 时间比较短 来回时间比较短 大概三到五个小时 嗯 就可以回来 嗯 对 那我会推荐他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呃 大家可能已经有听过和欢山了 去和欢山赏花啦 和欢山看日出啦等等 那除了和欢山以外 还有什么是适合新手尝试的百月 我选了南横三星的这两座 嗯 对 塔关山还有关山岭山 对 那这两分别可以推荐一下 我现在觉得他不是小白 他不是 对啊 那你不是 今天我们不是登山 这个可以搞拍 开车到门口啊 不是你开车到门口 你上去下来还是要三到五个小时 我跟你说 很多人都在登山口 就拍得很开心 没有要上去 所以那你只能是 登山小白的 你可以讲一点点 登山小白的初级百月拍照路线 可以拍照啊 南横还是很有纪念价值 不用啦 人生何苦呢 不是那你带出去万一人家走不完 你也跟他说没关系 呃 基本上我会看以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 那再来不是我 不是 比方说你今天想要跟我去好了 你带了你们一家人要跟我去 我会先问所有的人 他们的状况是不是 那平常都在做什么啊 比方说都上班族坐着嘛 那我可能要请你先走其他路线 我先了解一下 那你有带小朋友吗 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吗 我跟他小朋友才能爬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很可怕 然后爸妈就在山下 我等你们下来 欸我觉得很可怕 你知道我之前带小朋友 一起去爬山的时候 要去爬之前他们都是怨声载道 骂到不行 但是到了现场之后 哇塞他跑得比谁都快 而且他会在上面挑衅你 欸你们怎么那么慢啊 你们怎么回事啊 欸那我先上去等你们哦 哇你知道那个爸妈在底下 就是有一种 就是完全被远远的 抛在后面的那种 呃就是很丢脸的感觉 不会啦 但是但是真的很奇怪 他们是真的下盘很稳 我听过一个小朋友 跟我们走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跟他妈妈一起 两个一起 妈妈 你腿这么短 你怎么走那么快 呵 你腿那么短 你怎么走那么快 对啊 因为他妈妈走超快的 哦 你腿这么短 你怎么还走那么快 好 所以小朋友也是可以 所以其实你 你在看这个家庭成员来说 你倒不见得一定是用 他年龄够不够大这件事 当然老人家也许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不对 呃 其实六十几 在我心里都还算年轻 都是年轻 你人真好 因为这个不是重点 所以我其实也是个少女 你一直都是少女啊 如果六十几岁都还年轻的话 我一定少女啊 很多六十几岁身体还是很好 其实有而且如果说他们平常就有运动跟登山习惯 而且许多长辈其实就是喜欢爬山 有在保养还是有差 有在保养 而且现在的长辈知道登山 呃不是只有爬山 他们还知道要保 如何保养自己的膝盖啊等等的 所以其实跟以前比也差很多 所以就是你是可以带家庭团的啦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一家大小一起 一群小朋友其实他们会自己玩的很高兴 其实大人也不太需要鼓探 好 好 所以这个塔关山跟关山岭山 塔关山跟关山岭山 我看你写的这个南横三星中 这两座就是你介绍初级百页 其实它的路况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特色不同 对 塔关山 塔关山蛮大一部分都在森林里面 哦 对那因为你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塔关 对 它就是在森林里面 它没有什么铺好的石头路或木栈道了 它是走在树根里面 对 然后会经过一些悬崖 那已经有做 有 本来就有护王在那里 所以你会知道那里不能下去 你就顺着路跟 这个是 静静桥的登山口 是在其他 这不是 不是这两座的路口 对 是别的 可是因为 因为这些都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 哦 可是南横 我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它很像仙境 它真的很漂亮 南横就是非常的天然啦 因为它关了很久 而且也没有 其实它在没有关之前也很天然 就是它就是没有什么雕琢的痕迹 跟中横完全不一样 中横你会觉得它 可是中横你也会觉得 它是大自然加人为 就是人力的龟斧神功 因为能够把中横 就是在那样打造出那样的一条路 实在是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 都是塔关吗 嗯对 好 所以塔关山大家看得出来 它就是属于 森林 所以你会碰到很多树根 路也比较滑 土 下雨就会滑 没下雨还好 所以其实像这些天的上面 应该是不得了 假设南部的雨 也是这么大的滑 对不对 是 今天南横就暂时性封闭 先封闭嘛 对 所以这个老夏有说 如果你到塔关山这边 雨天就会变身成泥娃娃 是 对 泥娃娃 好那另外 关山岭山就不太一样 它是碎石路吗 它是因为贪方的关系 所以它是碎石坡 哦 这边 对前面有一大段 因为你要 雅口不是有个牌子吗 对对对 雅口后面绕隧道上去 就是走碎石坡上去 对 对 哇 然后很多人 我看过很多人在这里 因为冲太快 然后就蹲在路边 为什么 因为高山震 哦 头很痛 这边都三千 对 都三千 哇 就跟合欢山一样 你开车开到松雪楼 也是三千公尺 所以一定要慢慢来 慢慢来 诶 我们现在这样看 看不出它的高 对 它其实很高 对不对 蛮陡的 而且你现在是四肢 你是四肢都在 都在 是双手双脚扶住 所以它其实不是平的 不是 这张照片拍起来 看起来很平啊 好像 好像 你趴在一个工地上面的感觉 工地的碎石路 但其实它是很 它是有斜度的 所以你必须要双手 就是你可能要稍微扶一下 然后因为它是石头 碎石嘛 所以你踩下去的时候 会 有时候会 歪一下 会滑一下 可是这路看起来 没有很美啊 我觉得很美啊 有吗 我们现在继续看 这边都是 欢山岭山吗 就是往南横的路上 往南横的路上 半路 现在南横的路修得很好 所以这边都是南横公路吗 对 已经到那个向阳端的 因为两边管制嘛 向阳端的 大家在等 等那个路 等管制开放 等管制出 这边向阳派出所 对 就在旁边 好 那还有没有一些山上 哦 这个就是 这已经要往里面进去了 对 对 我们现在就是一路在看 看那个老虾他的 他去这个探路的时候拍的照片 有一种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是真的蛮美 讯号也真的蛮差的 所以如果你要来南横 既要跟你们加说 你要来南横 然后不一定有手讯 嗯 好 哇 所以等一下 以这张来说 一路上爬的都是这种路吗 前面而已 中间有一些些 不是全城 对 所以 入口 看到了看到了 真的很像 这是真的都碎石屋 真的很像工地 这什么回事啊 因为他就是摊坊了吧 所以是去爬一座 摊坊下来的碎石山 入口摊坊 入口 等到穿过入口上去以后 就是森林 真的 我们有没有那个森林的照片 可以往下看一下 我目前看到 现在为止都觉得 看起来好惊险哦 哦 这边其实稍微好一点 这边没有那么碎 还是有 接下来长植物了 对 就开始有植物 好 哦 看到了 看到有草了 有草 有草 哦 有小花了 你喜欢森林风格 我喜欢森林风 谁喜欢工地风 我问你 摊坊很美啊 好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还是稍微被那个老虾拐了一下 我本来以为今天真的全部都是介绍这个小白路线 但是其实只有北部的瑞芳茶湖山 另外这两条就是新的路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虾 谢谢 拜拜